案子有冤析 所以就繼續重新偵辦 後來案子也破了 凶殺案 那接下來是第二個故事 就是幾頭三尺有神明 你們這邊有沒有這樣講 我們台灣有 就是你不要以為頭上沒有人 有天人在看 幾頭三尺有神明 那這個是真實的故事 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發生在2009年8月10號 發生在我們台灣的 台中縣沙路鎮的中心路一個車禍 然後那個車禍就是一個姓黃的開車 被一個姓蔡的從後面 這個撞他的這個人 他是叫蔡坤木 他把他撞下去 撞到以後他就跑掉了 跑掉以後 那個人當然因為車子受傷了 人也受傷了 跑掉以後民眾有抄下來 那個肇數逃逸的車子 照理講我們台灣是這樣 兩個英文字 兩個英文字以後四個阿拉伯四支號碼 他們就抄了六部車 結果一共抄六部車 從那個號碼沒有很完整 就四個號碼裡面再加英文字 就拿去打電腦 我們台灣那個電腦 警察那個車級系統裡面一打進去 你只要車號打進去 那整個車級系統就出來了 結果這個警員叫顏志明 大陸鎮交通警員叫顏志明 他就把這個資料帶回去 又把那個監視器所拍下來的那個鏡頭 帶回去研究 那因為趙書逃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誰撞的 那也找不到資料 而且當民眾提供那六個車牌都不對 打出來都不對 那不對案子就沒辦法破了 那你以為案子沒辦法就沒辦法破嗎 當然這個人 這個案子跟官老爺也有因 官老爺真的也很慈悲 要幫助這個警察破案 也幫助這個被害人 這顏志明回來以後就沒有辦法 一直在那邊看資料 那沒有辦法破案 那其他一個同事就跟他講 顏同志你就到樓上 那個官公那邊去拜一下 我們台灣跟台灣警察 跟香港警察一樣都有拜官公 那個辦公室有放官公 那一天就跟他拜 那一天是台灣的去年8月13號 榮麗是6月23號 我們台灣民間的官聖帝金的聖誕 他的生日 他就跟官老爺報告 結果官老爺報告完了以後他下來 他就繼續看監視錄影器洗出來的照片 他一看的時候突然間看到一個D 那不是D 那就打電腦資料打 因為他有一個英文字就好打 就打那個D好嗎 一出來叫蔡坤木 在台中縣的外捕鄉 他就打電腦給那個蔡坤木 他說哎呀蔡坤木先生 你這個8月10號 有在沙路鎮中心路撞一個人逃掉 沒有我哪裏警察亂講黑白講我哪裏有撞人 他說不是我說的 是官老爺說的 真的啊官老爺說的 你看人都不怕人 人就怕關公 那為什麼 因為關公代表這個英國嘛 水桿不怕關公 對不對 不怕關公請擠擠擠擠 那美國都怕啊 結果他說不是我說的 是官公說的 啊官公說 官公說我承認啦 是啦是啦是我撞的 所以人死掉以後到閻羅網那邊去了 閻羅網說不要變 叫你看內進台 對不對 你全部做什麼壞事 內進台全部照出來 然後他後來這個蔡昆木就乖乖地來問筆錄 那問完筆錄以後 那同事就覺得很好笑 他就問那個袁志明幾年了 也是因為那個上面看完以後 那個d就不見了 阿拉伯書是d就不見了 那同事就問說說 袁同事啊你怎麼知道是d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拜完功我下來就跑出一個d出來了 他說現在d到哪去 尤公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你老花眼還是官公的神來之眼 尤公不知道 反正的幾頭三屬有神明 他說這個應該是神來之眼 看來那個d不見了 所以人算不如天算 沒有用的 老天要幫你 老和上中午跟我們講 人可以圍徽坐臺 當法律不能給你制裁的時候 老天給你制裁 這莊子講的 人在看得到的地方做壞事 法律可以給你制裁 人在法律不能給你制裁的時候 然後鬼神給你制裁 那第三個是殺人害命鬼神之 這個案子是發生在2006年 發生在這個台北縣金山 有個巴黎台北港 台北的一個三港 那麼這個王者我沒有給他派出來 那這個是兇手 那個王者是在被殺的時候 他是在那個地方被找到屍體的 這兩個都是卡車司機 不像是怎麼原因 那個被害的那個司機被這個人殺死了 殺死以後 這個送信的這個人 他就把屍體拿到桃園縣 他從台北縣的金山就把他印到桃園縣的爐竹鄉 就隔壁 隔壁縣的爐竹鄉 他就把他放在那個爐竹鄉的出海口那邊 那警察去驗屍 法官去驗屍 他說這個可能 檢察官認為說 這可能是不是自殺 或者是釣魚的時候落海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案子就卡住了 那這個凶賢這個祖賢 就殺死這個司機這個人 你看他多交詐多減詐 他怎麼弄呢 因為那個人那個司機被殺死以後 他的大哥大也被他拿去的 他這個姓宋的這個 這個祖賢是姓和 祖賢是姓和 那他那個共犯是姓宋 這個姓和的這個祖賢 就約了這個姓宋 他就跟姓宋講說 你把大哥大拿到台北 桃園縣的這個 台北縣的這個林口那邊 在林口的海 因為台北縣的那個林口鄉 就靠近這個桃園縣的盧竹鄉就在隔壁 那這個祖賢 這個害人殺人這個祖賢 姓和就在台北縣的三重 台北縣的三重 他拿了這個電話打大哥大 那這個共犯這個姓宋的 就人跑到台北縣的林口 就是那個屍體在桃園盧竹 他就在海邊這邊 他用這個王者的大哥大通電話 他把他打過去 他打過去以後 剛好是鑛二十秒鐘 他叫他說你不要出聲音 他就把電話掛斷 這個案子這樣看起來好像是天衣無縫 人不知鬼不覺 但是還是有還是因果破綻 後來警察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也有懷疑這個姓和的是祖賢 有請他來問案來問彼陸 那這個姓和的說我沒有殺他 警察說你能不能拿出不在場證明 他就把大哥大拿出來 他說那個屍體發現的時間 那個死亡的時間 我人在三重 那我有打電話給他 他不在 那警察就去查 查那個被害人的那個大哥大 那個時間真的是空檔 大哥大沒有接 那警察就講不過他 就講不過這個姓和的 那這個姓我就把他放出去了 放出去以後 這個被害人的這個司機 就很不 很不信 很不甘戀 他就跑去問神 台灣人 你們這邊是不是喜歡問神 喜歡問神嗎 台灣人喜歡問神 他沒事 他不戀佛跑去問神 但問神當然也不錯 但是他這個不是佛法的教育 他就問神 他就跟他講 哎呀我老公被殺死了 到底怎麼辦 很多案子不能破 我聽那個報主講 看那個報主講 很多人都去問神 那個神也是蠻有意思 他是講的很有意思 那個神就那個 那個雞筒就起來講話了 他就跟他講 他說你先生不是自殺 你先生也不是拖嘴自盡 他說你先生被人殺死的 而且兩個 兇賢 那神直接講兩個兇賢 所以殺人害命 鬼神之 所以那個太太問完以後 回來就去跟警察講 他說我跟你講警察 你要重新調查 我監證一定被害死的 警察沒有政績 你要政績要辦人 好 再把這個 兇賢的女朋友帶來問話 那經過策訪 策訪沒有通過 策訪沒有通過以後 後來用心戰行話 跟他女朋友講 他說 你就必須要老實講出來 後來那個女孩子就 這個 這個 心謊被突破了 被這個警察突破了 後來就跟警察講說 是我男朋友殺的 那個姓何殺的 那個姓 我跟信宋就被警察抓到 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的大哥大 可以打給他 他說 是因為我把 王者大哥大拿過來 我就要信宋到臨口去 所以你看起來是天衣無縫 但是在鬼神看起來都有破綻 所以觀聖地經 這個觀地是我們佛門的 潔然菩薩 他就講 若是七心便是七神 你如果是欺騙你自己 就是欺騙神 他說有四知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 這個你知就是什麼 你自己 那我呢 我就是被害人 他說一個人獨處 不要以為人不知鬼不覺 可以做虧心事 我們的一動一進 神明都看得到 像拾目拾手 像你看十個手指頭一樣 馬上報應 不爽好爽 所以我們這一鍊心 跟天地鬼神 諸葛菩薩的心息息相關 所以人間師宜 天文如蕾 我們人間講悄悄話 天上像打雷一樣 天文如蕾 暗示虧心 天內神目如蕾 神看你的眼睛像蕾一樣 以上呢 這個是鬼神是否存在佛 我們拿出這個實證出來 接下來第五個 我們講相信生命是會輪迴的 這個佛境上講說 人不是只有一事 人只有一事 死了就算了 那就簡單 他說問題不是那麼單純 人都有來事 就是一切眾生也都有來生 所以各位 過氣無始未來無終 你不是只有這一事 今天你會來親近近宮法師 今天你會來這個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一定過激生 你也曾經聽過老和尚講過經 你有親近過淨土宗門 淨土宗 你有親近過淨土法門 所以你今天才有這個因緣 來接觸老和尚的法 都過激生種的善根 所以人都有生生世世 所以欠命的要還命 欠債的要還債 你如果知道有三事 那你知道就會怕因果 你就不敢照應 那接下來呢 我就講這三個輪迴的故事給各位聽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他斷氣十小時起始回生 這位老菩薩旁邊那位老菩薩現在還活著 他的名字叫蓮黃謝柳 他是我們臺灣省彰化縣夏蓮村的一個老菩薩 他67歲他得肝癌 他是在1995年 剛好是3月26號那一天 他又到醫院去以後醫生說沒有救 沒有救就要送回家準備處理後事 那我們臺灣有些人有人住戀 有些他沒有寫佛他就不會註念 所以只要一送回家 就馬上給你放在大廳 然後就給你穿壽衣 然後就鋪在客廳那邊 就開始準備做後事了 那這個臺老菩薩 臺老菩薩他送回去的時候 是1995年的3月26號的晚上10點多斷氣 那到第2天早上的8點 8點這樣幾個小時10個小時 他胸口還溫溫的 胸口還溫溫的 那這個地方我先說明一下 我們銀光大師有說一個探文化 在銀光大師文超裡面有提到 他說這個探文化就鼎盛衍生天 鼎盛衍生天 人心惡鬼腹 畜生膝蓋裡 地益腳板出 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人往生的時候 我們只會往生的時候 世大會婚禮 我們身體是地水火風過產的 地就是我們的骨頭 我們的骨頭我們做因應的 就是地 地大 那水呢 水就是我們的口水 我們的血液 我們的尿尿 這叫水大 那火大我們身體上會有體溫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體溫 我們如果花高燒也不行 我們溫度太低也不行 所以這個叫做火大 就是一種火氣 那風大就是我們的呼吸 我們的呼吸 我們一口氣 如果一口氣不來 人就不行了 所以這個人就是因為有呼吸 有這個氣 所以這個血液才會流動 所以叫地水火風所構成的 這個合合體 這個合合體叫做假名 為我們這個身體的這個色身 那水決定這個夜暴生 水決定這個合合體 這個夜感 阿拉也是 所以 人一旦百年以後 要離開這個人間的時候 他這個四大 人一旦斷氣的時候 四大會開始分開 分離 那什麼時候決定這個死呢 我們如果人在醫院死掉的時候 我們的心臟會先停止 我們的脈搏會先停止 我們的呼吸會先停止 我們的瞳孔會放大 醫生就說 這個人沒有救了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呼吸已經停止了 他心臟停止了 他脈搏停止了 他瞳孔放大 但是這個是身體的生理現象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沒有走 就是我們的神是 我們的阿拉也是 也就是一般講我們的靈魂 所以 李秉的老記事說 氣候來先做主公 什麼叫氣候 就是人往生的時候 他最後走 那為什麼氣候來先 為什麼來的時候做主公 就是主公就是他來做決定的 來先就是還沒有投胎的時候 然後就在旁邊等了 就準備投胎了 就是氣候來先做主公 那這個 這個英光大師講 這個碳汙法裡面 人一旦要捨爆的時候 呼吸停止了 你那個血壓一直往下降 大概30以下就不行了 然後呢 身體開始會怎麼樣 地水喉嚨開始會問題 身體就會僵硬 然後呼吸就停止 那血液就不流動 所以馬上身體就變冰冷了 那身體會退溫 如果你最後 身體最後比較暖和的地方 就是我們會有體溫 所以你現在摸下去熱會暖暖 暖暖暖就是說 有一點熱熱的感覺 那 你如果最後往生的時候 這個地方摸起來 這個地方最後 不要說已經 這個人已經往生10小時了 往生20小時了 如果這個地方是熱熱的 這個人叫點聖 他去當聖人 就往生極的世界 那如果這個人已經往生10個 10個小時20小時了 這個地方眼睛這個地方 眉心這個地方 最後溫溫的 這個人就是升天 頂聖眼升天 眼睛這個地方是升天 就兩眼中間這裡 那人心呢 如果心臟的位置最後溫溫的 這個地方溫溫的 這人心他下一輩子可以當人 那如果肚子溫溫的呢 那就不好 餓了 到餓鬼道去 那這個呢 這一個 第三個呢 畜生膝蓋裡 如果是膝蓋最後溫溫的 這個人就當畜生了 為什麼 因為畜生大部分都用腳跪 用腳跪 那第四腳板子 第一腳板子 如果腳底板最後溫的 那個人都第一了 這個叫做 映光大師講的碳文化裡面的 但是這一般在台灣的駐煉裡面 也有人這樣去做 但是也有人沒有這樣去做 這個都是隨眼的 也不一定要執著 不一定要執著 那當然映光大師說 人往生的時候不要哭泣 不要去動他 不要斑動 這都是祖師的交代 那這個連腦菩薩 他往生的時候 他就在旁邊 在他廷堂十個小時 就準備做喪事 他的女婿也不會講火法 也不會練阿彌阿彌陀佛 反正就鄉下人 他死掉了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這個地方還溫溫的 他女婿就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死了十個小時 這裡摸都還溫溫的 他也很奇怪 他就跟他講 他是用台語講 我先講台語再講國語 他說 阿母啊 你如果要死你就快死 你如果要死就趕快活過來 換成國語之後 換成國語之後 阿母啊 如果你要死就趕快死 不要死就趕快活過來 這樣聽懂嗎 國語這樣聽懂嗎 那這個老菩薩就聽他的心戰喊話以後 就兩手躺著這樣擠起來 他說 阿我如果這樣站起來 你會不會嚇死啊 台灣話說 我如果這樣站起來你就怕死嗎 當然也怕死 誰不怕 死了十個小時還這樣站起來的 結果 結果他就真的這樣起來 就趕快把那個壽衣 台灣那個壽衣就是 馬草去做的壽衣 就脫掉 然後就燒掉 趕快就吃那個麵線 在旁邊就好好的又回魂了 在台灣話叫 我們講起死回生叫回魂 他女性就問他 他說阿母啊 你剛才死掉去哪裡啊 他媽媽就講了 他說啊 我剛才啊 我從醫院不省人事以後啊 我就 我就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了 可是我的那個 我躺在那邊就好像 有沒有人死啊 就像睡覺一樣 睡覺一般睡覺 平常睡覺是可以醒過來 人死也醒不來 不會再醒來了 這意思一樣的 人死叫大睡 平常叫小睡 結果他說他 他說我當在醫院斷氣的時候 他說他就好像在做夢一樣 所以人家說人生如夢啊 真的是沒有錯啊 如白雞過細啊 刹那之間啊 記得我剛才出生沒多 怎麼現在老了要輪到我走的 怎麼這麼快 對不對 他就感覺像做夢 就像夢境一樣 他說就在那個黑漆貓的時候 他看到觀音佛祖 這個老菩薩以前在活的時候 一定都有拜觀音佛祖 他也沒有練觀音菩薩生號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拜觀音佛祖 我只心地善良之輩 是個好人 所以他這個並不該決的 好人有福報 所以可以繼續做人 如果沒有福報 沒有辦法做人 就到脫胎去了 最慢十九就去脫胎了 他說我就看到觀音佛祖以後 後來我就看到一座橋 我就看到兩個少女 這兩個少女 可能是大過激生的女兒 或是他的親人 他說我還有看到一個親人 還有一座橋 後來我就看到一座山 就把我吊起來 吊起來以後就把我放下去 我就醒過來了 他就回魂了 他說我就醒過來了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看看 證明我剛剛講說 那個第三度空間 證明我們這個人法界以外 還有腦上講的還有九法界 這是千真萬切的 各位一定在相信這個事實 這是 這個是蓮凡謝爾老婆 是要回魂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本身有福報 那接下來就是第二個案子 死期的堂弟搖手 拔管死而復活 這個人是心臟病 心血管痠塞 他是我們臺灣新竹的趙信隆 他是59歲 他是心臟病往生的 心臟病往生的 那他是怎麼樣呢 他被送去醫院以後 他要拔管 他死的時候就放在天堂 結果他的弟弟趙信光 也不是學佛 也不是練佛 那就跟他兒子 兒子練古學歐年級 他說那你就幫大伯看著 結果他大伯躺了三小時後 後來就醒過來 結果他就走到外面出去 那兒子就說大伯大伯 你不是死掉怎麼還站起來呢 然後剛好秘密館要送冰塊過來 就打電話給趙信光 就是趙信隆的弟弟 他說我們等一下送冰塊過去 趙信光他說不用送了 我大伯復合了 結果趙信隆就後來就到醫院記 到新竹的東元醫院記給醫生看 醫生說你怎麼還猴走 你不是死掉了嗎 他說就給他重新再檢查 原來是心血管栓栓 現在好了 他說他現在把煙酒都戒掉了 那他弟弟就問他 他弟弟你剛才到哪去了 他說我就到一個黑暗的地方 我後來就見到 因為這個事情就發生在2009年 7年的7月1號他死掉 他說我就見到2008年 就前一年的2008年的堂弟 在一個地方跟我搖手說 這個地方很苦啦 你不要過來啦 回去回去回去 他就醒過來了 可怕不可怕 可怕啊 要好好學佛念佛 求生淨土 最後 我再講第三個故事 這個 也是發生在台灣的這個故事 是張亞文 他是寺館英偶生出來的 寺館英偶做了5年 民國93年 他是在英偶做裡面被悶死了 他媽媽叫陳美堅 就是這個女的就很傷心 他說女兒啊 你有緣在跟我們做母女 就一直求跟地上菩薩許願 就在做2年的寺館以後 他死掉的時候 他在跟他求的時候 他就給他脫眠 他說媽媽 你繼續準備我還要下去 他媽媽就繼續做寺館 寺館你們知道嗎 就不會懷孕 就是用醫學的方式讓他懷孕 就把他放到那個 那個女生的這個胚胎體裡面 就把他放下去 結果他寺館在做2年 要放下去的時候 前一天晚上 他女兒張亞文在來脫眠 他說媽媽你準備好了 沒有啊 我要下去了 他第二天就懷孕了 生出來張亞文變男生 所以女生變男生 大家都有機會 男生變女生也都是有機會 隨著經典上講說 變女生是願力來的 那變男生是來做副法的 但是如果不是發炎的 通常是隨意流轉 所以變男變女都有機會 那這個張亞文就變成男生 變男生以後 相片長得一模一樣 是他再來的 所以靈性不媚啊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恩各位阿彌陀佛